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金姐 今天我们请到的奖旗嘉宾是彭拳七段 彭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这盘棋是由柯杰直黑对战Master的一盘棋局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棋局 柯杰直黑棋 中国第一人直黑 Master和直白 是挂脚递冠 开始这个都非常正常 而且我们看到互相的挂脚 然后夹击它夹在这里 然后把它夹在这里 然后黑棋返架 这也是一个常用套路 在常用套路的时候 Master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它常用套路完了以后 它总是不按常规数盘 其实这时候这个是常规套路 我们看到 爬两下以后 不管是处理 这边还是继续下这边 都有 总之白棋取失控 黑棋走过来 如果走这边的话 黑棋一定攻击它 如果走这边 黑棋以后可能会 斑了吃一下先手 然后给球看一下 然后以后司机夹过来攻击白子 但是Master他最擅长于在常规定式中跟你下变招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棋的速度 还有他很追求棋的未来的发展 他不太重视局部的得势 我们看这部班其实从棋理上明显是有点无理的 要是我们学棋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就被断开了明显这个两者不能兼顾了 特别是老师教的如果这个真子不利的时候 但真子有利可以办 但真子有利人家也不会飞了 但是他就把这个脚弃掉了 我们来给球们看一下 这样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学棋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亏损的 背起来就蛮舒服的 但为什么说 我说它总是会在布局界让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呢 关键我们看这两步棋 这两步棋它转了 这两步棋的位置是吧 对 如果是没有这两步棋的话 先下这我相信 很正常 Master不会这么选了 因为你挂的话 黑棋绝不可能加这了 对 它要不就再加快点 要不走这边了 甚至肩顶甚至拖鲜都可能 它总之它不会加这了 我们看这已经完全很重复了 就不管它采取什么办法 同时这个子这两个交换 这个黑棋都亏损了 就是说在这两个亏损的这个情况下 它就可以选择这个局部稍微亏一点的 也许稍微亏一点的定势了 然后它这时候在活动这边 碰到这 对 然后科捷是非常机智的 这地方已经硬不动了 请我们看看 不管你怎么硬 你由于太重复了 就 那边会被欺负 就说这个 这部飞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然后再顶脚 这个下的非常的精彩 然后白棋挂甲 对 然后就是这里 然后这般其实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没太看懂 就是搬这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全部让它搬 总是白棋了 黑棋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去再去搞事情 这地方太小 它不就是搬了打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然后 反正我的水平是看不出来了 总是这棋是白棋什么时候想搬的 黑棋都会让搬到了 而且黑棋也不可能去布局阶段去 去递收这个棋下这个棋子 全部看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总是白棋 我当时不知道科捷 为什么突然心情就不好了 心情就不好了 因为它没挡 它没挡 对 它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就不好了 它非要去抢别的棋 它要去拖先 其实我觉得这盘棋 如果它挡住的话 好像还蛮漫长的 你觉得它拖先是一个 算是一个失误 对 因为事后来看这步实在太大了 这个是吧 这个不关从实控和目数上 已经超过后手20目了 关键是前面看到挡完以后 毕竟这块棋 白棋没有完全活 还可以以后欺负它 以后被禁脚以后 白棋块棋以后 关键是黑的自己三个还不活 后来这三个被攻了 普通的大厂一手 也就是个后手20目 所以说是对等的 但是这个挡有 它关系后保问题 对 关系到双方的死活安全 所以说总是要挡了 而且这不有什么用吗 我马上没有看懂 说实话 就这个白棋搬 你觉得它也不怎么转 其实白棋直接走别的 黑棋会在这虎 会在这斑吗 我觉得也不可能 也是跟着走别的 然后黑的白的再搬 它来打 也许马斯特只是想 先手便宜一下 结果柯杰他脱先了 对 这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地方 对 因为很喜欢 有时候马上的这种 他很喜欢把一个局部的变化下掉 和人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像打吃了 劫财 他不喜欢保留 对 这样它变化会少 好 现在来攻 人有时候会稍微留一留 这时候是克杰抢了两个 然后马上一直在这下 攻这三个子 对 因为刚刚我们挡完以后 黑棋右边是很庞大了 这个模样 现在被攻逼过来 我们看到右边的模样 已经不能提了 出现一块固棋 然后这三个子还得逃命 把棋飞在这 对 虽然后来你勉强的去抢空 但我们看到这步棋 已经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我们看到这步棋 明显是一个大出手 如果平时没事干的时候 绝不会下这步棋 我们至少会跳在这 那这首克杰 它会不会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 我在外面已经连走了三手 然后你在这走三手 走了四手之后 我只要黑棋能活就行 它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心态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 是吧 它可能当时是这么思考 觉得机器方不大能活就行了 但是事实好像是活得不行 就活了这盘棋落后了 就是说它当时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这块棋我苦完以后 我上面连抢了三手 我觉得上面更大 但实际上它现实来看的话 还是这边大 对吧 对 因为这块棋 我们看到这一大团饼被揪住以后 关于是黑棋得不停走棋 非常难过 你不可能弃掉这一大团 你不停走棋 就必然会损伤上面 就说上面它人家不用去破你 你虽然抢到了 但是你这块的过程中 就会把你抢到的有损 我们这个 已经损伤了一颗 对 感觉上前面捞到了 然后又吐出来了 又吐出来了 对 得了空 好不容易得点空 我们看到为了救援这个大块 现在半条边又没了 而且我还是想给秋梦说 这个布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子孝 这半棋其实还是一个子孝 我们看到黑棋这么大一团 大团饼 12345678 是13个子 而眼见的只有两目棋 过分吧 好像不过分 就要把这个子算 你以后先都打完 那就是四目棋 也就是13个子 我们的收益是四目棋 暂时是四目棋 那也就是说白棋 不管有没有收益 我觉得已经吃不消了 只要别人没有死 就他不需要收益 因为你的收益太可怜了 你想13个子得四目棋的话 秋梦如果折算一手棋 能得几目 就是算不动了 这个棋 你可能一算 那个人就崩溃了 所以说子孝在布局当中 还是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 其实我们尽量的 就像学习MASTE一样 就是布局阶段的琴棋 尽量的清零 尽量的快速 对快速 比如说他像这一步 这步棋 然后加着非常非常地有特点 这就是 通常我们都说 这个被靠下来很大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还是选择往这边走 因为这个棋 它很有内涵 我简单给其我们介绍 其实它这边必须得救了 我们看到这个压有点先手 这个棋 它得忙活这款 就这边是个铁壁 它必须得 如果说这有个子的话 它这个地方黑的太大了 它必须得分个头 不让这个后续发挥 但它担心什么 它担心如果它直接加的话 你点脚吧 你去走空了 转身是吧 对 我们如果简单 给其我们摆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因为摆完这个定式以后 本身这个定式是一个两分 我们给其我们看一下 但是现在非常尴尬的是什么 白黑的得到拭目起以后 你觉得你面对上面的 铜箱铁壁 这块钢板 你觉得这个大模样有意义吗 就是这时候白铁非常尴尬 可能想讲师傅还得补一场 老师傅 你往上可能职业就出事了 往上没有任何前途 就这时候他担心你点脚 他又必须要下这个 那怎么办呢 先顶一下 再分头就应运而生了 非常非常的 再把脚捞了 至于你在这再压拍后续没有用 只要它这个子不死 请问我 这两个子不死 只要这个不死 你就压一个后续 这二个后续 它中间一活 你就全部被打穿了 就是这个效率到时候还更高 对越来越高了 这就是全局感 对 但是平时是不能这么下的 而且我们要注意 有些你不能肩顶完 加这个当饭吃 是绝对不行的 对像正常我们业余气手 这么下的时候 都是会被笑话的 对 它走一个最俗气的 我们看到下到这以后 刚才实在是这样 对它下到这以后 我们看到它就全部忍住 是吧 它这样子我们就吃住 这时候我们发现 黑脚就非常的尴尬 这个子如果你搞不定它 你不肯把这个子弄死 然后这时候中间肚子就没有前途 而且正好这个地方 如果平时虎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边又产生新的模样了 但是这正好有一个 对这个又尴尬 太尴尬了 我们看到这地方 白皮可能得有四到五个眼 不止两个眼 就这也是一块钢板 就是说你也唬不动 这个气 唬不动呢 你去吃它 它也吃不死 它只要这一活 你两个铁壁全部花为无有 然后它前面捞的空 还是它的 还是它的 这一下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差距拉开了 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了 可解是 这时候它只能往这打入 对它只能是 它正如果被连 就活得更大了 它只能是 打入先有点吃一点 我们看到也是 没有办法 这个子它是让你活了 它是想 就是通过攻击 把那个角能做大一点 我觉得实在 这又是一个 这个顶可能又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失误 这个顶吗 可能当时 一时杀的兴致有点水手 我觉得 但是跟MASK下 你只要一步 骑速稍微慢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是速度 其实这时候 我觉得补这边是挡务之急 这儿吧 因为这地方 你暂时不怕断 全部可以 我其实可以吃 我们就要退也没关系 反正这地方 吃一块钢板 这个针子是 不可能有问题的 其实它也不会断 它也可能顶一下拐一下之类的 那就算了 我们就比较这样 就是让白棋活了 总之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能下这个棋 还能慢慢下 我们看一下实战 实在这步棋 又被抓住了机会 这时候白棋是 把这个给压住了 对 可能柯杰又忽视了 这个下法 他会不会以为 这个是先手 他可能希望你管一下 然后他先尝 你再走 他这边就可以 就便宜 这边十二不行 就给你一点 算了 你管一下很损 但他先走 他这个子不能死 如果这个子死了 全部看到 这个子没有用了 对 他只能是权力 等于是 现在上面这颗棋子 变得 而且本身 这个是白棋在质孤 现在质孤的同时 如果能把这个子吃掉的话 就太大了 对 所以说这个子 现在变得其重无比 他只能是突围 实在他是没有办法 然后官员是Mustle 他很擅长气质 我觉得 他在子孝获利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非常强大 对 让他在 我们看实在 黑黑都没有选择 只能往外 这样印来 然后白棋长 然后他从这突围 他吃了冲 从这突围 然后由于你打不死他 你只能是 跟他转换 对 然后你就会把这个 这还得补一手 这要衝 对 然后白棋就直接点脚了 对 然后他先手便宜两下以后 就便宜两下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几部摆完 这两个是个先手 他由于二路般很讨厌 这样黑棋只能补齐 然后他再把这个走弯 再把左边这个吃掉 我们这时候给 其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 我们看到左边 对 我们把这几手推弯 对 大概就到这 左边黑白就大概是45亩 然后这地方 10亩齐没有问题 55亩 然后那三个已经6亩齐了 是61亩 加这边白的已经 无限接近70亩了 我们看黑棋呢 黑棋上方大概是10亩齐 然后这边大概有10亩多一点 20亩齐 这是22 24 已经数过了 非常可怜 然后上边呢 这块酸比较大 这块酸比较大 这地方可能还得走一手 要不然半价很大 你在走完以后呢 大概我觉得也就是个40 反正不会比这边大 但这两块差不多40亩 那40亩50 60亩才62 三亩 黑白棋已经快接近70了 而且中间它都不用破年了 这时候已经是 这盘棋无力回天了 现在白棋盘面是好一些 盘面一定是好的 还有贴幕 对 那我们在看这个转换的时候 彭老师你觉得 这个是谁比较亏呢 其实我觉得根源 还是在于这个地方 就它顶的时候 好像这盘棋已经有点没救了 因为它顶着你能不长吗 这个你不长 也干不出来 你直接被虎过来 你要尝它一斗 其实这块棋不可能死了 它只要活了 总是你就落后了 那实际上这个转换 你觉得便宜吗 实际上 白棋便宜吗 白棋它不是便宜 它最主要是转换以后 我们看到没有棋盘了 就算 就定型了 之前因为它领先 就算打一个平手 这盘棋就结束了 这个顶可能补这边稍微好一点 但当时也是白棋领先 好 那这盘棋呢 到现在的话 柯杰就是已经是落入下风 后面也没有什么逆转的局势 所以说我们就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